走在風浴裡的街道上可以看到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支不同樣式的兔子藝術 高雄市三民區風浴裡的斜槓里長 原本就是一位插畫家 為了增添兔年的元宵節氛圍 運用自己的專長進行彩繪活動 這次的秘密叫兔兔跳跳 然後這次的發想是 用很簡單的幾何圖形的木板 組合成一隻兔子 然後一開始先用紙板打板 然後請木工師傅幫我們採些木板 還有路過的里民來嘗試一下 創作的一些趣味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站在我們風浴裡 各個定點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五隻兔子 然後有十種風格 怎麼說十種風格 就是一隻兔子有兩種風格 里長邀請兩位年近80歲的阿公阿嬤 和當地里民共同創作彩繪兔子 還有書法老師用傳 立 航 草 凱書 五種書法字題寫出中文 愛這個字 以及幼兒園的同仁 以原點的方式共同創作 里長其實長期在就是藝術上面的一個著墨 其實是非常適合 然後又有社區共融一個議題在 對所以就是跟就是園區的老師 就一起帶到里長的那個工作室那附近 然後一起去做這個彩繪 對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後續就會結合我們的元宵節 然後做我們會帶著孩子做就是 所謂的元宵尋兔的一個活動 這是叫團結兔兔 它是有幾何型結合起來的 然後很多很鮮明的社塊 那這邊的發想就是希望說 我們住在這個社區 都是一個一個組合 然後才會有一個社區嘛 然後我們就是要大家一起很團結 或者是結合幼兒園那一隻點點兔兔 都是從小小的圓圈 然後成為大大的圓圈 就是一個力量 這個真的很有創意啊 這個里長也是費盡心血 里長將完成的五隻彩繪兔子 分別取了可愛的名字 放置在里內不同角落 里長希望五隻兔子 都是一個個守護者 也期待大家共同守護 這個處處充滿藝術的美麗社區 記者邱怡婷 莊舒婷 高雄報導